要我簽名 我馬上簽 我馬上簽 我告訴你們 不是 你們先聽我講嘛 先聽我講嘛 我等一下會簽 不要 不要用這種方式 不要用這種方式 都蘭部落青年為此讓兒跳行動 邀請出席的官員說明 不過不時遭到現場族人的抗議 讓現場氣氛一度緊張 族人要求到場的官員 立委以及參選人要簽署承諾書 而東莞處對承諾書第二條 東莞處管轄區域 皆為原住民族世代居住的區域 該單位應該脫離交通部管轄 轉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接管 或者應該立即直接廢除 而交通部出席的代表表示無法接受 更以層級不夠無法簽署為由 只針對承諾書的第一條簽署 身為都蘭部落族人現任立法委員廖國棟 以及立法委員參選人馬耀比厚也到場支持部落的青年行動 並且表示 我們在民國九十三年第一次召開這個部落會議的時候的要求 我也同意 所以一定要先把主權拿到以後 我們才容許開發 那個文字都有的 我們容許開發的條件就是 這個傳統禮儀的這個主權先拿到 那麼後來我們陸續幾年下來 我們發現原住民土地海域法要通過 是可能的 但是遙遙無期了 目前我們都還在努力 那原住民土地的問題是不是必須一樣先從更高的政治方式 例如小英說要道歉 馬英九不知道什麼說要道歉 道歉後做錯了什麼 是不是應該做更多的土地 有土地的法庭 土地的很多的這樣子歸還 會不會是對的方式 不知道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往這樣的方向去 都蘭部落青年表示 發起都蘭部落青年為此讓人跳行動 更進一步針對原住民族基本法 以及總統馬英九的政見 為實踐 總統的政見一直沒有去實踐 那東管處也在不斷地在進行開發BOT的案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已經開始感受到危急 有那個危急意識了 那如果說再不去做這樣一個表態動作的話 那很可能都蘭就會跟資本一樣 就直接開發了 都蘭部落青年憂心的都蘭比BOT案 東管處說明已經解除列管 接續東管處希望主動協助部落進行開發案 不過部落不管是BOT案或者是其他開發案 部落要求政府還給部落傳統領域 土地以及自然主權 由部落自己當主人在談該如何開發 記者訪問台東東東和採訪報道